今天有沒有聽過小紅書? 有!有! 小紅書是中國網絡購物和社交平台 成立在2013年的6月 只是去到2019年就已經有2億個使用者 你有沒有看過小紅書? 好像有聽說很喜歡跟街牌拍照 這件事都流行了一段時間 這一集我們就和大家在不用打開小紅書的情況下 跟著小紅書遊覽一下香港 可能你覺得它是珍珠而已 就是會打哭,很想躺在那裡 人家好像收工了 遊客眼中的香港是怎樣的呢? Hello! 第一站就是維多利亞港 你猜有什麼推介的活動? 李嘉誠不出名 但沒想過它會變成一個類似Memes圖的存在 而且我也不知道原來它這樣和這樣是很印象的手藝 你本來有沒有印象見過成哥這張圖? 沒有 真的第一次看 原來這幾個招式是很受歡迎的 真的會有很多人在那裡贏 他們真的會拿著成哥的照片對著一模一樣 我猜不到原來真的會有人跟著這張圖拍照 是第一次知道,你不說我真的 Hello!歡迎光臨 現在就是猜猜星光大道 最受歡迎是哪個手掌印呢? 咦? 蜜兜的雕像 我自己都很喜歡蜜兜 我是有蜜兜的古底書 我沒試過跟蜜兜的照片 我跟他的緣份這麼深 我從小時候已經看他的照片 面貼面一張 拖手仔一張 然後 Bad Huck一張 我不知道他會不會蜜兜呢? 其實他有沒有看過呢? 這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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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他是金豬而已? 鼻子跟豬一樣 因為他是金豬 覺得好意頭,對嗎? 但他是本脈刀 這就是他的名字 對,脈刀 是動畫片嗎? 動畫片,對 很好看,我覺得 一部片子 可以看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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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為有客人來到香港 是吃山珍海味 不是 是吃大排檔 特別是在港產片裡面 可以找到的香港 我心肯手辣的 好尷尬 我看了幾個姿勢 有兩個姿勢 他都說他的蔥油 很好 戒央多士 他都有推介 他有推介凍檸檬茶 我自己挺喜歡喝凍檸檬茶 食物的味道 我覺得是 那個價錢相宜的味道 你很想尋找那種 地蹲一些 街坊一些的食物 我覺得可以一試 嘗試所有地道的香港食物 一個遊客平均會花多少錢 答案是63元 在小熊書的香港 天星碼頭 是有什麼要做的呢 就是這個磅重機 就說是在媽媽雞爛仔旁 看看 這裡 超有年代感的磅重機 真的走過都不知道這個原來就是景點 以前在一些舊式的戲院大堂 就會擺著這一部的磅重機 停了 入銀 在這裡 多重 多重 寫視你的重量 幸好沒有肥到炸 你又知道 老香港文化 看來在遊客的心目中 都有一定的地位 收到這一張磅重卡 大家又覺得有沒有收藏價值呢 後面是這樣的 嘗試吞下這隻手指 哈哈 當然不行 去到中環 小熊書會推介做什麼呢 我覺得他會去看街景 後面是那些高樓大廈 又說金融中心 都要感受一下這個地方的金錢氣味 去看維港景色的方法 最好是坐摩天輪 為什麼呢 成人每位就20元 他就會轉3個 相比於全世界知名的摩天輪景點 成人票價只是20元 可以說是抵到難 但作為香港人 去看香港夜景的感覺 可能不是很大 接下來坐的這件事 感覺可能比較大 全世界都有開逢巴士觀光 所以都不是很特別 遇到有一點風 都蠻舒服 但是大哥 入隧道 好像是在洗衣機裡面 直不直就見人見智了 但如果閉嘴就不建議大家回答了 好 最後去到廟街吃晚飯了 我們現在去居民香港排名第一的燒烤 叫做串燒大王 就看一下 好像收了 什麼 人家好像收了工 他說營業時間到第二天的凌晨 現在是9點而已 他就已經收了 究竟是知道出菜還是我們不幸 找個下一間 去這間廟街小吃 本地人才知道的寶藏街頭燒烤 走過那邊也是 本地人才知道的燒烤 看看各位 本地人知不知道這間燒烤 在哪裡 到了 有開了 就是這間 他有推介 串燒香菇 豬頸肉 和串燒茄子 嘗嘗豬頸肉 很爽 有燒烤的感覺 吸汁的茄子 我只能吃到 都是一樣的汁味 但茄子就多些炭燒烤的味 很吸汁 如果你喜歡鹹鹹甜甜的汁 叫茄子就對了 冬菇 冬菇 我覺得冬菇 冬菇是最好吃的 加上汁 這個 香菇最搭 這個香菇 很淡淡的肉 這個姿勢 他說老闆娘 和 他們說老闆娘很和海 和親 是真的 剛才我們問他 可否拍一下 拍一下 拍一下 然後又對著我笑 真的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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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夜了 因為現在香點 現在香港9點已經算夜了 對吧 所以我就猜因為這樣 沒有人 今次我們這個路線 是根據小龍書一個 幾多人看的片 去參考 中間有些地方 有些活動 即是我們連聽都沒聽過 大家有沒有聽過 我知道有沒有見過 一些特別的東西 不妨留言告訴我們 今時今日 你身邊有沒有多了朋友 用小紅書 你身邊有沒有多了朋友